新竹正道有線電視 今天湧入了21位小小主播 這群來自關心社區的小朋友 透過活動實際站上主播台 了解地方新聞的運作 體驗面對鏡頭的感覺 其實我們這次辦活動 我們最主要的年齡層 我們是在4歲以上 然後國小以下 那我們關心社區 因為大多數全部都是 所謂青壯年的族群 父母親也大概差不多在25歲以上 40歲以下這中間 所以今天也很多 媽媽帶著小朋友一起來 來我們新竹市正道有線電視 來做一個小小主播體驗營 我們最主要會帶這個活動的目的心 希望是說 讓我們小朋友 在平常所接觸的電視裡面 他能夠親自來親身體會一下 何謂這個所謂主播的一些辛苦 以及他的一個不容易的地方 那今天也很容易 我們新竹市正道有線電視 提供我們這麼好的 這麼棒的一個場所 參訪過程中 小主播們也更了解到了 新竹正道有線電視的服務內容 知道有線電視輸入它之後 帶來的好處 陪同的爸爸媽媽們 也藉機了解到20多年來 陪伴大家一起成長的 新竹正道有線電視 這幾年有什麼轉變 我們新竹正道有線電視 長期龍路社區關懷在地 這次關心社區來了20幾位小朋友 體驗主播生活 也認識了新竹正道有線電視 數位化的成果 過去20多年來 我們陪伴了無數的小朋友一起成長 未來我們會有更多的頻道 更高的畫質 以及周邊服務 提供給民眾更豐富多元的影音娛樂 可愛的小小主播 對著鏡頭展現自己的專業 新竹正道有線電視 長期關心地方也是希望能夠回饋社會 每年多次的迎對與參訪 更是希望民眾了解正道有線電視的付出 與努力 凱撥新竹 陳若宇宏 採訪報導